而来看到瑞士香代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质询议程首日 香代表赖炳又针对了地方所诟病的 基础工程计划执行效率提出质询 他提到了香代会全力支持公所所有的经贷预算 然而就190多万元的办公厅设施设备改善 都已经顺利完成了 而至于香代表们 各项所提出的基础建设将近500多万元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却完成不到三分之一 高度质疑香公所的执行工程十大小眼 从文旦又滞销问题 执询香公所有无应应对策 到乡长吴岸德的竞选证件有多少 已经实践完成 向代表赖炳又 执询吴岸德公所团队的执行效率 我们农业不农粮属付了500万个农费 它的用途是什么 尤其针对了乡代表们所提出各项基础建设提案 零零总总将近500多万元 乡长就任一年六个多月了 执行完成率不到三分之一 反倒公所办公厅设约190多万元的设施设备 被改善经费却早已完成 赖炳又高分费直询 快要抵了 还没有照标 什么原因 你都说一回我都没有工程做完事 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是孙季祥 过来就是那个什么 孙季祥是什么 孙季祥 是我们建设科长的 他能够到 要能够到 还有一个那个十六龙生 十六龙生 还有一个黄智杰和铃鱼 你也照了 你一直 现在存三个 三个比较多的那个建设 要不要做一种 所以是这个原因 投到平那边 是没办法吗 此外相代表赖炳又也 也质询关注包括了 清安宫百年古迹维护计划 全乡路灯更换成LED灯具作业 防止消灭小黑纹等等 相代表赖炳又质询认为 都毫无进展可言 望着质询台上的乡长 无万得无奈直摇头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 最低的 毫无奈直 并无奈直